李时增 秦宫简学运动 为中法文化交流 做出了很大贡献 李时增出生于晚清的 一个显幻之家 其父李鸿早在青铜制年间 曾仍军机大臣 是以保守著称的 清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李时增是李鸿早的第三子 六岁集数读诗书 十五岁从京城名如 其汐廷习汉学 积累了深厚的国学根底 1902年 李时增随驻法公使孙宝奇赴法国 在巴黎 李时增入蒙达顿农校学习 毕业后又入巴斯德学院 及巴黎大学学生物 1906年 他和张静江、吴志辉等人 在巴黎组织了世界社 宣扬吴政府主义 同年 经张静江介绍 李时增加入同盟会巴黎峰会 1909年 李时增在巴黎西郊 创办中国豆腐公司 以机器新法制豆腐 因而获得豆腐博士的雅浩 1911年 李时增回国参加辛亥革命 在天津 他和黄富生等 组织了京津同盟会 出版民意报 在北方宣传核组织革命 1912年 李时增和吴志辉等人 在北京创立留法简学会 1913年初 首批有简学会资助的 30名学生赴法 李时增安排他们 进入巴黎南郊的蒙达学院 二次革命失败后 李时增必往法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法国北方陷于战火之中 中国的简学生 大都必往法国西南部 已尽生活无拙 处境艰难 1914年 李时增与蔡元培 王精卫等组织了 留法西南维持会 1915年6月 李时增援引豆腐公司的成立 和蔡元培等一起 组织勤工简学会 号召留学生勤于工作 简以求学 用自己的劳动收入 来维持生活和学业 1917年 李时增应蔡元培之邀 回国担任北大生物系教授 他一边教书 一边继续为复法勤工简学奔走 他和蔡元培等人 在北京建立了华法教育会 和留法勤工简学会 1917年 他在高阳县布里村 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留法公益学校 同时 李时增还在保定玉德中学 附设了留法高等预备班 这个班的设备好 教师水平高 是向法国输送留学生最多的预备班 1918年 北京成立法文专修馆 李时增任副馆长并亲自授课 由于副法学生与日俱增 华法教育会应接不暇 新系勤工简学事业的李时增在度到法国 亲自为学生们安排工作 学习和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法国经济萧条 大批工人失业 许多中国留学生也无功可做 陷入困境 李时增利用自己和法国官方及教育界人士关系 多方奔走 解决了部分学生的工作 1920年 李时增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 同年 他得到孙中山和广州政府的经济支持 在法国建立里昂中法大学 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并创办中法学院中央研究院 1924年 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他参与驱逐溥仪出宫和故宫博物院的创建 曾被聘为青世善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1928年 在国民政府任命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中 他位列第一 成为第一任理事长 1949年移居海外 1956年回到台湾 任国民党平一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在国民党内被尊为元老之一 在筹建故宫博物院的过程中 曾立派阻挠干扰 组织专家全面清点宫内文物 图书 物品 并抓住时机 创立故宫博物院 中国博物馆事业 由此象征轨化发展 在故宫任职期间 设法确保故宫文物 典籍免遭流散 1926年 遭北洋政府通缉 被迫离开北京 1928年 故宫博物院重新组成理事会 任为理事长 并兼任中央谷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国立北平大学校长等职 1929年 筹建北平研究院 任院长 1931年 被派为指导 整理北平市文化委员会副会长 1932年 任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常委 抗日战争时期 从事外交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 曾回国主持 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大会 著有时僧笔记 已搞有扩五字数 时僧随笔党 1924年 在国民党一大上 李时僧和吴志辉 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24年10月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驱逐了末代皇帝溥仪出宫 11月5日 李时僧以民间代表身份参与其事 出任故宫财产清理 保管委员会主席 1926年 张静江和蔡元培 也入选监委 李、吴、张、蔡四人因关系密切 并称国民党四大元老 1925年 成立故宫博物院 李时僧任院长 1927年4月 李时僧与吴志辉、张静江等人多次开会密谋 鼓动和支持蒋介石反共 412事件后 李时僧又全力支持蒋介石 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1928年9月 英章孝若之邀任私立南通大学 Lanton University首席校董 抗战期间 李时僧在欧美从事外交活动 1948年他回国任总统府资政 1949年以后去瑞士 1956年 李时僧定居台湾 1973年9月30日逝世 中年92岁 葬于台北阳明山